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李育學堂裡面 這個全官的法律人 跨李育座談系列 總共六堂課的第二堂課 請問大家有沒有人 上次有參加的 大陸的產品都很好 然後謝謝你們 再接再次輕輕學習 總共六堂課 今天第二堂課的主題叫做 機器學習入門 那這個主題呢 在這幾年大家如果有看報章雜誌的話 它是非常熱門的一個主題 那我先跟各位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旅光 雙紅旅公平的光 那在李育服務開場 主要有兩個原因 就是剛剛有分介紹到 就是我總共有幾次的跨李育的經驗 那第一次呢 就是在大學的階段 就是電機器同時在雙主修 在跨修這個法律的這個課程 那可能很多人會好奇說 怎麼會做這個選擇 那就我知道在我的一年代 我應該是第一個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其實在東東是 樹裡只有寶松北英語 其實應該就是走理工 但是在念了電機器一年之後 有一天我家冰箱壞掉了 那我爸就問我說電機器念了一年 一下他我就修了 他不會修 後來我爸就說電機器看起來不太實用 後來我就去念法律了 那我這次在準備演講之後看到這個 準備這個主持的時候 看到這個盧洪欣教務長 他是台大電機器的 我就覺得特別親切 那後來發現之後呢 學長他沒有繼續念 他在電機器研究所 他念統計系 統計的研究所 我猜大概也是修冰箱這方面過 對對對 電機器課程要做一些調整 應該要實用一點 不能飛在雲端 那第二次的跨領域呢 其實不瞞各位 我現在還是一個學生 因為我現在在念這個 台大跟復旦念別的學生 所以經常需要飛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跨領域跟跨地域的學習 那今天來到現場 我覺得看到各位同學的這些精神 跟表情 我覺得我們大家苦流著 共同的經驗跟心得 就是學習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尤其是跨領域 當發現自己不知道的不熟悉的 可是把他搞走 這個整個過程其實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因為在場很多人 都已經參加過第一場的課 那我就簡單的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羅弘欣博士 目前是教大的這個教育長 那在台大電機器畢業之後 到康乃爾去念這個統計的碩士跟博士的學位 所以非常非常的厲害 今天這個主題呢 就叫做機器學習入門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今年五月份的一個新聞 就是之前很多的棋手會跟AI做比賽 那今年五月的時候 中國的一個棋手叫做柯傑 他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 那他又輸給了AI 那我知道這個東西大家比你會覺得驚訝 但心裡多少好像有一點點的難過 就是好像人老比不上電腦 但是我很心想柯傑在書的時候 他講的一句話 他說現在全世界最頂尖的棋手跟AI的差距 最多只有兩個 他說呢 理論上人類還是有可能勝過AI 只是他自己做不到 我覺得這句話讓我覺得他非常的謙卑 但是他的放棄 那AI的能力有目共睹 但是AI也是人所創造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世代要學習 怎麼樣去駕馭AI 怎麼樣讓AI成為足夠的工具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課程的主要命運指令 那時間很寶貴 我們就先把今天的演講 交給這個李鴻青教育長 謝謝 那謝謝李律師的介紹 那也謝謝李執行長的安排 那確實像李律師講的 我們大學讀電機系都讀 像我們那時候讀很多理論的 所以剛剛李律師說要修冰箱 家裡修冰箱 我是要當冰的時候很慘 還好我那時候呢 二三十年前有稍微預測了 未來人工智慧會發展出來 所以算對行 所以就是說 在二三十年前電機是絕對比統計熱門很多 恐怕到現在電機還是比統計熱門 但是你可以看到出這個三十年風水的扭轉 所以二三十年前冷門的東西 現在事實上又熱門起來 所以這個東西很難講 那剛才有提到說那個AI的部分的話 那個阿發過的話打敗了柯傑 那我們在下一堂課會講更多這種故事 除了說柯傑講那句話說可能差兩字的話 可是他其實也講另外一句話 他說阿發過其實已經像是圍棋裡面的神一樣 所以這個東西是 他到底是像神一樣還是說只差兩個字 這個東西可能我們下禮拜再做進一步討論 OK 那今天我就先在還沒講人工智慧之前先講一下 在人工智慧還沒真的開始 那個阿發過還沒打敗期望之前的話 那時候學士界或者是企業界比較新盛的是叫機器學習 所以我們先講機器學習 很快複習一下上禮拜講的東西 那數據科學 如果你說從數據裡面去找出科學的東西 這個東西蠻早的 如果你比較熟悉科學發展的話 從哥白尼時代 看那個行星運動的規律的時候 他弄出科普勒三大定律 那個東西就是很早的數據科學 去看看那些行星運行的規律 天文學那些東西找出規律出來 所以數據科學蠻早 但是他會現在這麼火紅 這麼興盛的話 事實上是因為大數據的開始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可以說起到 數量的話非常多 所以在IBM的時候 剛開始定義所謂的大數據的話 所以第一個V就是說 是High volume就是數量很大 現在可以說起數量比以前多很多 舉例來說各位以前的照片的話 還要送去洗可能沒有幾張 你可能留的寶貴也沒幾張 可是呢你現在用數位相機 你手機隨便一拍就拍了一大堆 所以你的數據 你的照片累積的就當然特別多 更不要說全世界的照片 各個手機的照片越來越多 第二個呢速度當然越來越快了 以前呢你照個照片去玩這台照片 還要辛苦小心的那些底片 不要壞掉不要曝光 然後拿回來趕快拿去送洗 希望沒有曝光沒有壞掉 那現在呢你手機馬上看 看效果好不好 不好你可以馬上重拍 那你馬上可以上傳給很多人看 所以速度越來越快 那接下來呢 你可以說起東西越來越多了 以前只有印出來的照片幾張而已 那現在呢有數位相片 那你也可以錄錄影帶 也很方便 那你也可以錄聲音 然後你也可以用GPS 馬上定位說你這張照片是在哪裡拍的 所以那個種類很多 除了照片以外還有影像 還有GPS的位置 那你還可以很快打一些文字 所以種類很多 OK 所以IBM定義就是說 由於數量越來越多 速度越來越快 種類越來越多 所以呢這三個V叫做大數據 所以一個大數據的話 現在數據是一個爆炸的時代 比起以前多很多 OK 好這三個V 那IBM定完這三個V以後 有人覺得說這三個V還不夠 比方說 各位呢 現在說起到數位照片 當然是比以前多很多 可是等到你真的要用的時候 你要去找好不好找 是不是這樣不好找 甚至說這裡面 你要去選出到底哪幾張 是你最最最被子要留的 的一張照片 你恐怕都還有一點掙扎一下 到底要留哪幾張 也就是說你現在手機隨便一拍就拍一大堆 那你可能最困難的地方是你要去做篩選 看哪些是真的值得保留下來 哪些可能過一陣子可能就可以刪掉 那同樣的數據裡面有真有假 有些是真的消息 有些是假的消息 那你要能夠很快地判斷哪些真的還是假的 那有沒有可能用更好的方式去抓更重要的資訊 去預測更準一點 這就是第四個V 就是你必須看哪些是真的哪些假的 這個很重要 如果數據雖然越來越多 但是如果你沒辦法判斷真假 沒辦法去判斷有用的東西的話 那那麼多數據只是讓你迷失 讓你更難做決策 然後或者做錯誤決策 也就是最後如果你不能夠透過這麼樣大量數據 去找出有用的東西出來 做出正確決策的話 你沒辦法判斷出價值出來 你只是浪費你的記憶體空間 浪費你的時間 甚至你做錯誤決策 或果會更嚴重 所以很重要 你必須能夠判斷出價值出來才有用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講 怎麼恰當地利用新來的這種電腦科技 自信科技去創造出有用的價值出來 所以因為這樣的改變 我們有一些學習方式 我們有一些教育方式 我們的心態要改變 比方說我們開玩笑 有一次我有一個表弟 表弟是台大醫科畢業的 然後他跟他的學長在聊天 他的學長也是台大醫科畢業的 然後他們就在開玩笑 那個學長問我表弟說 請問你是哪一個專長 那表弟說廢話 你是我學長 你怎麼不知道我是哪一個專長 他就講說我當然是某某專長 結果他的學長跟他講 錯了 你的專長不是那個專長 台大醫科專長是什麼 大家猜猜看 台大醫科學生的專長 或台大電機的專長 大家知道嗎 對 考試 台大電機或台大醫科 其實這些學生都很會考試 都很會考試才有辦法考到 那麼每一科都要滿齊分 靠近滿齊分才有辦法 這是很會考試 OK 所以很會考試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很會很快了解 過去那麼多資料裡面 正確答案是什麼 這個我們很厲害 我們對考試很厲害 我們都知道什麼是真的 OK 好 那我們舉例來說 比如說上禮拜我們要討論到 假設現在你是一個廠商 你要預測 今年冬天的毛先衣 會流行什麼樣顏色的毛先衣 好 如果我們花揮 這種台大電機 或台大的學生很會考試 這種專長的話 好 我們就趕快去看 去看歷史資料 去看考古題 可以嗎 歷史資料考古題會告訴我們說 比如說去年的話 就有各種統計 去年的話 冬天的毛先衣 哪一種顏色賣得最好 有統計 舉例來說 假設去年是白色賣最好 白色毛先衣賣最好 那這考古題 這歷史資料 這正確答案 OK 所以根據我們的訓練 我們有一位考試人就會寫說 根據過去的歷史資料 告訴我們說 去年的毛先衣白色會暢銷 所以根據古代人的經驗 過去歷史經驗 我們應該可以預測 今年還是會 白色衣服會暢銷 你會做這個決策 那請問這個決策對還錯 如果在流行界的話 通常會錯 對不對 去年流行白色的毛先衣 今年可能通常不會在流行 同樣顏色的毛先衣 可是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訓練 告訴我們很會做題目 很會考試 告訴我們什麼 很會去看過去資料 這個整個大數據的興起 就是告訴我們 是整個學習心態 或者是說 如果在社會科學裡頭 這個典範 一個學習典範 一個科學的典範 事實上應該做個改變 過去我們在訓練學生 在教學生的時候 我們告訴他們很多 標準答案的題目 告訴他們說 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過去科普落告訴你什麼定律 過去牛頓告訴你什麼定律 過去愛因斯坦告訴你什麼定律 過去愛因斯坦告訴你什麼定律 你就應該照這個定律來解題目 而且他很快地解出來 答案會對 這是我們過去的教育訓練 那這樣的一個訓練方式 訓練出來我們很會考試 標準答案都很會 在很短時間做出來都不會犯錯 但是呢 當我們碰到一個沒有標準答案 後我們碰到一個 不按照過去發展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會方了 後我們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們從來過去的教育 從來沒教我們怎麼辦 怎麼處理這種問題 也就是這些很大的危機 如果我們還照以前 我們很會考試這種訓練方式 這種學習方式的話 我們學會只會根據過去的歷史資料 來做決策 所以以觀點來看就是說 整個大數據就告訴你說 一個思考典範的改變 我們以前看來是transaction 就是說 比如說你如果做歷史的交易 過去真正 transaction真正買賣的交易 比如說去年冬天 什麼樣顏色的衣服真的賣得好 這是真的有交易 真的很動人花錢買這樣的衣服 這是真真實實發生的事情 沒有改變 或者是過去的法案判例 或者過去的法條 過去的英明法系 過去法案判例告訴你 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們了解什麼呢 過去發生什麼事 並不代表今年也會發生同樣事情 過去發生白色衣服賣得很好 這確實是真實的數據 並沒有代表今年白色衣服 還會一樣賣得很好 過去的一個法官的判例 然後換成到現在不同的時空之下 法官或者是陪審團 不見得會做相同的判斷 可以嗎 所以心態上要改變了 我們不是完全照過去的 歷史發生過去的判案 或者根據如果是歐美法系 我們大陸法系 我們根據過去的法條 六法全書告訴我們什麼 就照這樣判 就照這樣決定 那就能符合現在的時空 那當然差得更遠 OK 所以呢 我們開始要看什麼呢 我們開始要看 可能什麼東西會發生 可能什麼東西會興起 這一種比如說無人機 無人飛機 無人汽車 這是一個新的交通工具 這種方式出來 那無人車 兩部無人車對撞的時候 那這個意外要怎麼判 是誰的錯 假設這兩樣車是相同的公司 那是用同樣的演送法 那就是看 可能看其他因素 那如果不同公司不同演送法 那也是演送法要負責 或者公司要賠還是什麼其他因素 還是有些東西 最近的Tesla Google的車子 發生的這些無人車的意外 是沒有在演送法 學習的過程中學到的東西 不在意料之中跑出來的東西 那到底法律制的那歸誰 那這些東西都是新的挑戰 過去的書 過去的判案 過去的法條 都沒有告訴我們怎麼辦 那這時候就需要新的想法 新的做法 就像今年什麼樣顏色的衣服 會暢銷 可能跟去年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大概只能知道說 去年如果真的是白色衣服 毛線衣暢銷的話 根據這種流行的這種東西 去年看那麼多白色毛線衣 今年你可能想看一下 不一樣的顏色毛線衣 你要做一個改變 好 所以呢 你開始要做一些交互作用 你開始上禮拜有同學提到說 可能要找正確的Focus Group 要看哪一群人真的開始在想 今年的冬天毛線衣要用什麼顏色 要用什麼材質 好 那你要看Focus Group的話 當然有幾個可能 你可以去看巴黎米蘭 去看那些石磚展 看那些石磚設計師設計的東西 結果你會發現 每一個設計的顏色可能不太一樣 因為每個設計師絕對不想跟別人一樣 對不對 每個顏色不一樣 所以你也沒辦法決策 到底你要相信哪一個設計師的東西 會比較流行 或者你去問其他的服裝店 要賣衣服了 比如說幾個大的廠商 準備做衣服毛線衣 你問他們 他們通常要嘛就是不知道 因為他們也不知道 今年為什麼會暢銷 要嘛就是什麼 他們不願意告訴你 他們知道不願意告訴你 因為商業機密 他不願跟你講 所以你要問這些可能Focus Group 要嘛就給你不同的意見 比如說服裝長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 或者是什麼 你問他那種服裝的設計工廠 他們要嘛不知道 要嘛他們也不願跟你講 或者跟你講假的 所以 確實你要找合適的Focus Group 去討論 今年的冬天可能什麼銀色衣服 毛線衣會暢銷 你要找到正確Focus Group 好 可是找這個Focus Group 就會很小心了 對不對 剛剛找那幾個 可能都是有關的 他們都在規劃 今年冬天的毛線衣 他們生產的時候要用什麼顏色的衣服 要設計什麼樣式 他們都在想這個問題 他們都在規劃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準備材料要把它做出來 需要時間 他們要提早預測 可是呢 你問他們 他們可能要嘛不知道 要嘛就隨便猜 要不然就不願跟你講 所以你問他們也是問道於忙 大家都不知道 OK 所以呢 你這時候呢 就要去想 什麼樣的人可能開始會規劃 今年冬天要什麼毛線衣 好 那比方說 在國外有一些人喜歡打毛線衣的人 那打毛 所打的毛線衣需要時間 所以他可能夏天的時候 開始就準備來打冬天的毛線衣 那他們就互相在討論 要打什麼顏色的毛線衣 要打什麼四樣的毛線衣 開始在談這些事情 好 所以如果很多這種 打毛線衣的這些團體 他們開始在談這些事情 而且他們有個共識 大家大部分流行 喜歡用什麼顏色 什麼材料的話 可以預期在今年冬天的說 你會看到很多這種四樣 跟這種顏色的毛線衣 你可能會像有一件 雖然沒有人幫你打 但是你可能會想買 OK 好 所以呢 你要找到對的focus group 好 在這邊呢 開始在看interaction interaction就是說 你開始在看網路上 大家在選什麼 看什麼 討論什麼 可以嗎 interaction就是說 大家在網路上去點 看有多少人點 什麼顏色的毛線衣 可是老實說 暑假很少有人會上去點 什麼顏色的毛線衣 所以你如果只看這東西 也看不準 那你如果看去年的暑假 在看什麼點什麼 跟今年暑假又不一樣 所以這東西也不準 好 所以這網路上的東西 有些真的有些假的 網路上有些點點 你看 可是你不見得真的去買 有人看了老半天 只是欣賞說 這件毛線衣 穿在模特兒身上很漂亮 可是呢 穿在模特兒身上很漂亮 不見得代表 穿在你身上很漂亮 對不對 所以你欣賞模特兒 並不代表你真的要買 跟模特兒一樣顏色的毛線衣 所以網路上的一些資料 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假的 你要去判斷哪些真的假的 好 所以呢 到最後就是什麼呢 你要去做充溫的觀察 可能最後要去觀察 好 觀察就是什麼呢 在早期的話 就是克普洛去觀察 這行星運動的規律 有沒有 拿到 他弄出克普洛的定律 那牛頓的話 不小心被蘋果砸到 他開始在想 為什麼蘋果往下掉 不是往上飛 對不對 那大蘋果小蘋果掉下來的速度 跟加速度會不會一樣 他運動軌跡會不會一樣 那蘋果換成離子會不會一樣 這種問題 那這種東西 開始在想這東西 開始在歸納 是不是有牛頓定律出來 他就是牛頓的三大定律 比如說特別是第二定律告訴你 有一個外力下去的話 有一個重力下去的話 就會產生 在某個物質上 就會產生某個加速度 所以跟蘋果或離子沒有關係 是跟他質量有關係 跟他大小有關係 跟他大小有關係 跟他出此位置出此速度這些有關係 他會告訴你這些事情 所以你就開始要像牛頓一樣 所以剛開始你像克普勒一樣 只是去看真正行星運動規律 然後再開始慢慢想 未來可能會發生什麼 這些行星會不會繼續這樣運動 會不會這樣規律 可以嗎 最後呢 你希望能像牛頓一樣 可以推出牛頓三大定律 來解釋這些行星怎麼運動 那蘋果怎麼掉下來 運動軌跡受中力影響 什麼回事 同樣的 在如果你在做商業決策的時候 你就是要去看 什麼樣的Focus Group 會真的現在開始規劃 冬天的毛先衣 比如說那些喜歡手打毛先衣的人 這是很重要的參考的一個族群 你要看這個族群的意見是主要的 其他一些人隨便點隨便講的東西 不見得有用 不見得可靠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的學習 我們的訓練 我們的東西就要改變了 我們過去花很多時間去學習歷史知識 過去發生什麼事 過去的判難 過去的瓦條 這是我們過去的訓練 可以嗎 對我們來處理 跟過去在同樣的時工裡頭發生的事情 我們知道怎麼處理 可是未來無人汽車 無人飛機 各式各樣新的東西 這種金融科技 新的東西 這種數位錢幣 都跟以前從來沒發生過 所以過去的判案 過去的瓦條 並不能告訴我們該怎麼辦 這時候你要回到它背後 定這些瓦條 定這些判案的時候 比如說它是在什麼時工背景下 它是在怎麼樣的邏輯思考 它要在什麼原理之下 做這個推斷 那回到這個最根本的東西 你才有辦法做決策 未來該怎麼做決策 碰到這種新的人工智慧 新的無人汽車 無人飛機 新的這種數位經濟 新的這種數位貨幣 發生什麼問題的時候 該怎麼規範 法律該怎麼定才比較合適 或者是說判案該怎麼判才比較好 OK 所以呢 由於這種大數據的東西 就是現在有很多機會 讓你看到很多以前 從來沒看到的東西 但裡面有些真的有些假的 所以你開始要判斷 哪些是真的有用的東西 哪些是假的沒有用 然後接著要找出一個規律出來 找出一個法條出來 找出一個邏輯出來 找出一個規範出來 你才有辦法去處理這種 從來以前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也就是說 我們看過去的判案 跟過去的例子 看過去的法條 我們要學的是要背後的精神 而不是照那樣的判案辦法 這樣搬過來 就像是說去年冬天 什麼樣白色衣服很暢銷 我們知道這個事實 那我們先去瞭解 為什麼會很暢銷 是哪些人在提倡這些事情 那在提倡這些人 事實上是重要你的參考指標 這些人就是時尚界的領導 他就重要的focus group 那你要去了解這些人的行為判斷 你才會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當然第一個你要搜集這麼多資料 你需要懂一些電腦 去搜集這麼多資料 OK 那電腦搜集也是過去發生的資料 它並不告訴你未來一定會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去用一些數學跟統計去想 背後的原理是什麼 它有什麼關係 它有什麼因果關聯 它的邏輯性是怎麼樣回事 就像你看法律的條文跟判案 你要去了解那個時工 是根據怎麼樣的邏輯 根據怎麼樣的考慮 所以法律這樣定 或者法官這樣判斷 或者是陪審團這樣決定 這樣達到公司決 你要懂背後的東西 所以你要去想背後的邏輯 那背後的邏輯思考的東西 就是數學在訓練你的事情 OK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講說 你怎麼樣去把 那個電腦的科技的技術 現在電腦硬體軟體的技術 跟你背後的這種思考邏輯 人類思考邏輯怎麼去理解這些東西 怎麼運作 事情怎麼發生 因果關係怎麼回事 然後把它結合在一起 我們就講怎麼去做所謂機器學習 OK 好 那這邊的假設就是 你完全用電腦 完全用邏輯 你會做出一個東西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樣弄出來的東西 有時候會變成是一個火星連的法律 或火星連的規律 在火星會發生 可是在地球不會發生 就是說你不接地氣 你不知道到底大家在想什麼 在做什麼 現在大家的反應是怎麼回事 所以呢 大家想辦法 還要再回來接地氣 去了解一下 這樣的一個資料 跟這樣的邏輯 在什麼樣的時空 在什麼樣的人文社會背景之下 大家會決定 什麼樣才是比較好的方式 所以最後呢 你還是要結合你的專業知識 或者如果你要做生意的話 你要做決策 你要有一個生意的敏感度 知道什麼東西大家關心 大家重視的東西 OK 好 那這樣才過程所謂數據科學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 怎麼結合電腦科技 怎麼結合數學邏輯 你的機器學習這一塊 當然機器學習這一塊 最後也需要跟你的專業知識 跟你的要做的決策東西 就結合在一起 才是一個完整的數據科學 好 那我們今天會講比較多 這一塊 技術方面怎麼做 那下禮拜會跟各位講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就已經開始比較靠近 人類思考的方式 怎麼把人類思考 人類的反應 人類的行為放進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今天講的是比較客觀的東西 數據怎麼去蒐集出來 那這麼多數據你怎麼弄 你如果一大堆照片你怎麼處理 這麼一大堆照片 OK 然後你怎麼在這一大堆照片 理出一個邏輯出來 今天如果在一大堆照片裡面 你要很快的去找出某一張照片的話 你用什麼方式可以很快 從你一大堆照片裡面 找出你要的照片出來 這樣可以嗎 好 然後下禮拜會講的是 你找出來的照片 你希望是什麼 引起什麼樣的反應 引起什麼樣的共鳴 你要給誰看 你找出這張照片是要給誰看 對不對 那些人喜歡看什麼照片 這樣可以嗎 就比較偏向人工智慧這邊 OK 所以我們今天就講技術部分 你一大堆照片 你怎麼儲存這麼多照片 怎麼很快的去整理它 建檔這些東西 你的資料庫怎麼設立 然後你怎麼樣去看 這張照片跟之前的另外一張照片 到底像還不像 他們的關聯性是什麼樣的回事 找那個關聯性出來 那你快把它找出來 OK 今天要講的是這件事情 那下禮拜會講的是說 這些照片 對人類來講會產生什麼反應 跟人類的認知行為 跟人類的神經反應 有什麼關聯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今天我們會 focus 在機器學習這一塊 也就是 focus 在電腦這種科技技術 跟邏輯思考 跟關聯性 怎麼應用 你怎麼儲存一大堆照片 這是電腦科技的問題 數位相片怎麼儲存 怎麼很快可以找做 怎麼建一個資料庫很快找到出來 然後 然後數學觀點你看 這張照片跟科技技術 那張照片像不像 也不一樣 OK 比如說現在手機呢 有的手機就會跟你講說 你手機先拍拍一堆照片 都類似 他會給你建一個最佳照片 他怎麼判斷哪張照片 是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不是真的你要的 這是講技術部分 那下禮拜再會跟我講說 這些東西怎麼跟人類的行為 人類認知行為 人類的反應 人類的情感結合在一起 好 所以呢 這整個就開始複雜了 大概1980年代的話就很簡單 你只要看幾個報告 可能就可以做個決策 例如說如果英美法系的話 大陸法系更簡單看你六法全書 幾個法條就可以 那如果看那個英美法系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看幾個判案 OK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看看就是說 你看了那些過去發生什麼事 過去的法條怎麼規定 你開始在想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法條發生 為什麼會定這樣的判決出來 OK 開始想這個後面的分析 分析它背後的原因 背後的邏輯 OK 然後接著呢 這是過去發生的事情 對不對 那現在呢 有新的科技 新的這種無人汽車 無人飛機 新的這種金融貨幣 新的這種對不對 數位貨幣 那這是新的在發生的東西 那新的東西在過去歷史上 過去的法律判斷上 過去的條文裡面都沒有講 該怎麼辦 那我們就開始來看 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最重要呢 你開始要預測 未來為什麼會發生 對不對 未來無人汽車上路的話 這些互相保險的這種機制 該怎麼定 怎麼規範 利益該怎麼做 保險也該怎麼做 然後呢 這種數位貨幣出來以後 到底怎麼去規範這些事情 讓它這數位貨幣是一個合法用途 而不是變成一個洗錢犯罪的工具 你怎麼做合法的規範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看出 從1980年代到現在 2010年代開始 你整個思考方式都已經開始不一樣 那整個社會在改變 科技在改變 社會在改變 所以人跟人的一些行為方式 改變了 那在碰到這種新的行為方式的時候 像背後的法律跟倫理 該怎麼規範 才比較合適 就希望各位先進大家一起 來討論該怎麼做 好 所以呢 需要技術就開始越來越複雜了 在專業技術上的話 以前只要縮取過去發生的事情 所以過去只要修成一些資料就好 過去只要幾張照片 所以只要把那幾張照片 換到一個相本好好弄就可以了 所以過去收集資料很容易 那現在未來資料越來越多了 對不對 攀案的個案越來越多 很多都是例外的情況 以前法律調問 沒有考慮的情況也跑出來了 對不對 然後判案其實也沒出現過的案子也出來了 怎麼辦 所以開始你要收集一大堆這種奇異規位的資料 奇異規位的情況 你可以想像說 如果到英美法系這種判案的話 那判案累積越來越多 這麼多判案怎麼看 怎麼搜尋 你現在判到一個新的案子 你要搜尋所有過去判案 就有得著 所以需要一些新的技術 我們會介紹 一個新的技術 叫做Hot Doop的這個技術 就是開始去儲存這麼多照片 儲存這麼多法律判案 這新的技術出來 那有這麼多新的技術出來 你可以儲存這麼多 從全世界的判案都可以儲存進來的 OK 那下一步呢 你今天有一個新的案例 那你要從這麼過去這種判案裡面找出來 就像你現在想找一張照片 那你怎麼從你過去那麼多儲存的照片裡面找出來 那這邊就需要新的一些分析工具 所以我們會介紹一些分析工具跟分析方法 免費的軟體就是R 這是完全公開的免費 你開始分析後面的東西是什麼 開始經歷所謂積極學習這一塊 這東西最後要做個決策 要做個判斷 要決策說今年冬天什麼衣服會上銷 所以你根據過去歷史資料 你要去預測今年的 智慧組織的什麼營 可能就會共固 所以我們以前花很多時間去學習 背 記憶 所謂很多過去的東西 可是當我們要面對的是很多 現在整個社會 整個人類行為一直來改變 那我們還一直想用過去的東西來預測來規範 就會出錯了 OK 所以我們要改變 所以要慢慢的去瞭解 現在世界在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把這資料搜集起來 然後很快就找出 現在台灣發生什麼事情 跟世界上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有哪些可能會像 是不是一樣的有發生 比方說網路上的 在比如說別的國家的茉莉花革命 在台灣會不會發生 像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你就需要去分析去瞭解 OK 所以呢 今天我們會講的是說 怎麼把數學統計這東西 接合計算科技科技的東西 去做什麼機器學習這一塊 那下禮拜會講 把人類的認知 人類的神經 考慮進來就是所謂人工智慧 會考慮更多的因素進來 那今天我們暫時 把人的情感 人的情緒 先稍微不管 全最發展人的理性 完全用邏輯 今天完全用理性 OK 那下禮拜開始 要把人的認知 人的行為 人的情感的東西放進來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你如果要做一個決策 開始 剛開始 如果你是從資料觀點來講 你要問的問題是資料在哪裡 就像你要找照片 照片在哪裡 對不對 然後這些照片呢 怎麼儲存 怎麼把它找出來 這就是電腦科技的工具 對不對 你數位相機拍那麼多照片 你要存到哪個雲端 對不對 那雲端 你要製成什麼folder 要怎麼去整理這些照片 這是你要做的東西 這東西就是電腦科技 來做的事情 好 那接著下一個就是什麼呢 你開始要找什麼 我今天要找一張 譬如說很開心的照片 比方說這樣子 你要找一張很開心的照片 好 那這樣的一個東西 你開始去找 怎麼去 這麼多照片裡面 哪一張照片是最開心的 比方說這個問題 好不好 你開始要找這種開心的東西 這東西就是 我們今天講機器學習 或數據科學要做的事情 你開始找一些特徵 比如說開心會什麼特徵 比如說肉絲牙齒這些東西 然後比如說眉開眼笑這些東西 然後你看你眉毛眼睛這些特徵 對不對 好 然後接下來 然後去看看說 你這麼多照片裡面 哪些照片符合這個特徵 那怎麼去選 就是數據科學今天講 機器學習也要做的事情 可以嗎 好 那接下來是什麼 這個決策就是什麼呢 這張開心的照片 你要怎麼放 在什麼地方放 效果最好 那個就是 專業知識 或者是應用的場域 可以嗎 同樣一張開心照片 你放在對的場合 產生很好的效果 大家都很開心 你放在不好的場合 人家覺得說 你這個人神經有問題 換錯照片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邊就是 用英文來講就是 你要X Good Question 或X Y Question 你要最重要 最關鍵的問題 你要問得出來 比如說什麼場合 適合放開心的照片 這樣可以嗎 所以今天我們純粹講技術 你有一大堆照片 一大堆數據 你怎麼儲存這堆照片 怎麼很快去找出來 好 然後呢 這張照片裡面 你要找出一個最開心的照片 你有什麼特徵 可以很快從這邊的照片 找出最快的一張照片出來 今天講的是 機器學習這個技術 那下禮拜開始要講的 就是說 這張開心的照片 應該放在什麼場合 才會產生最大的效果 好 所以我們今天開始講 怎麼讓機器 像人一樣 跟人一樣可以學 比方說 人看這張照片 會知道這張照片 是開心還不開心 這是人的判斷 對不對 那機器怎麼看得懂這張照片 對不對 怎麼知道這個照片的檔案 它是開心還不開心 怎麼讓機器也學會跟人一樣 去判斷這張照片 是開心還不開心 這就是我們來講機器學習的事情 怎麼讓機器變得開始有人為 它學會人類怎麼判斷 人類怎麼判斷 這樣照片是開心還不開心 OK 好 然後呢 機器學會以後 當然好處就是 機器只要插電的話 它就繼續這樣跑 它就一天24小時 不用休息 也不用吃飯 你只要插電就好 OK 那人的話只要24小時 你還要休息一下 對不對 這機器的好處 這是一個有意識的卡通 OK 所以它講的是那個 一個logistic supply chain 就是那個供應鏈 其實台灣最強的就是供應鏈 什麼Apple手機啊 什麼東西 全部都台灣的供應鏈在做 鴻海什麼 灌搭什麼東西 全部都在做這些東西 是台灣最厲害 那台灣的供應鏈是怎麼演化呢 那剛開始如果各位記得 在早期的時候 你可能只是很簡單的這種 緩應 就比例來講 就像猴子一樣 OK 那這緩應就是什麼呢 你昨天看到什麼 出現什麼動物 你大概就一起 今天可能會看到同樣的動物 這樣可以嗎 去年白色衣服暢銷 貓線衣服暢銷 你會一起 今年白色衣服也會這樣暢銷 這樣可以嗎 就是說 基本上是一個本能的反應 然後它的記憶力沒有很大 可以嗎 所以只記得很短暢的事情 去年發生什麼事 昨天發生什麼事 前上個月發生什麼事情 那你就根據過去的行為來決定你 下一步要怎麼做 那當然很容易會換錯 對不對 去年白色衣服暢銷 你根據過去的經驗 過去的印象 你就來預測 今年也會這樣 那當然會不會換錯 去年白色的iPhone賣得很好 今天可能白色的iPhone還繼續賣得很好 對不對 這就是同樣的邏輯在做事情 OK 好 然後慢慢的 這個星星呢 從四隻手在地上爬 變成了兩隻腳站起來 兩隻手空出來 兩隻手空出來可以做什麼事 兩隻手現在不用在地上爬 他可以站起來 那你多兩隻手可以做什麼事 可以抓東西 星星也可以抓東西 對 如果說抓東西的話 這個泰山也很厲害 他那個對不對 四隻爬 然後手還可以去抓騰慢 飛得很快 對不對 所以如果只是兩隻手 空出來 不是只是抓東西 抓東西的話 其實猴子也可以 兩隻手起來 還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兩隻手還可以做什麼事情 可以開始使用工具 可以開始使用工具 可以嗎 你可以開始創造工具 使用工具 所以沒錯 你開始可以使用工具了 然後可以什麼 開始開始寫東西 可以開始記錄 可以嗎 你可以把過去發生什麼事記下來 可以嗎 如果你不用寫下來的東西的話 不刻什麼東西 在石頭上的東西的話 可能過個一個月 過個一年你可能忘記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手開始可以用工具 可以開始記錄 這個很重要 所以這時候 你就可以記的東西很多 你就記得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 不會只記得昨天一樣 昨天是春天 你以為明天還繼續春天 沒有體會到說可能會有四季的輪迴的變化 OK 所以你開始記錄有這個 開始記錄東西 那如果在新來來講就是 你開始用什麼 用一些過去的一些東西 你比如說 你可以用大家常用的 比如說一些 以前的那種 簡單的資料庫 比如說在Excel之前 有一個叫Lotus 1,2,3 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開始寫的是Lotus 1,2,3 OK 比較早的 OK 然後越來 發現什麼 你可以記東西的話 不只可以記東西 你還可以教別人 你還可以 把這個資料 記錄的東西傳給別人 你可以越來越擴大了 所以呢 你越來越不需要 在森林裡面跑了 你可以組織成一個團隊了 OK 所以呢 你可以開始的 站得更直一點 然後呢 你大腦開始要發展出來 因為你要記的事情更多了 所以你發現腦的容量開始變大了 然後鎖腳的功能 慢慢會萎縮了 你現在跑的速度 走的速度就沒錢快了 這樣可以嗎 但是你記東西 想事情的速度就沒錢快 OK 好 那在電腦工具就是什麼呢 從Lotus 1,2,3 以前叫Db3 還什麼之類 那現在就到Excel 這種比較強大的試算表 你就會很容易儲存一袋的東西 那以前要一個很複雜的系統才能做的 會計什麼東西 現在呢 用Excel 用簡單的電腦系統都可以做了 那你可以開始 看看有沒有桌子性的行為 可以開始預測 一年四季的變化 會怎麼樣變化這些事情 那你正確率開始提高了 OK 然後再慢慢呢 那你有更好的工具出來了 叫做一個好的榔頭 你就可以用那個榔頭 可以敲很多東西 做很多事情 OK 所以 除了Excel 這種常用的工具以外 你還有這種 那種 不只一台電腦 好多台電腦可以連在一起 OK 那你可以用好多台電腦連在一起 可以構成網路 OK 那慢慢的發現呢 你不必那麼辛苦在那邊 從你裡面打淚 然後 然後手淚這些東西 你可以組織一個團隊分工 有些人會打淚 就會打淚 那有些人呢 很會去規劃這些事情 就開始規劃 那很多人很會 講道理的話 就可以當律師 就可以穿西山皮頂這樣子 當律師 OK 開始來想這些事情 那當律師的時候 你開始就是 要去想 你未來的事情 怎麼樣讓你的每一次都能夠 打那個律師的判 打這種官司的時候都會贏 都會贏的意思是什麼 你很充分了解這個案子的特性 跟別的案子有什麼不一樣 對不對 那只能充分地知道法條 知道法律 知道這東西 知道怎麼樣才能夠保護 你的客戶的最大利益 OK 所以你的 打淚律師的機會 就可以到85% 這樣可以嗎 就變成是有名的大律師 OK 可是接下來呢 這個律師會不會被機器人取代 就是以後呢 我們要打律師呢 我們請一個機器人就好 因為這機器人可以查所有的 歷史判案 法律判案 對不對 他邏輯推演也很清楚啊 對不對 六法前書什麼法條什麼東西他也知道 對不對 然後他也有辦法自動去幫你去辯護啊 去辯論 然後呢 他不需要休息啊 對不對 他24小時 對 所以有人講說 律師啊 或者是說像我們老師可能都失業 所以未來有沒有辦法 我們要扮演這樣子 那打贏的機會 就可以到90% 有沒有可能這樣子 這是大家在想的問題 有沒有辦法 就是說我們充分的應用 我們發展我們大腦的功能 開始去記憶東西 發展我們的工具 開始去記憶很多東西 然後把這些東西連在一起 OK 然後呢 最後呢 我們可以 甚至呢 我們可以訓練出機器人 替我們開車 替我們理財 替我們打律師 打官司 有沒有可能這樣子 這是大家在想的問題 那當然 這個東西可不可能 就是還有很多空間 剛剛講 那個柯傑可能講說 現在的阿花夠可能 可能還輸那個 期望還輸兩個 可是他同時也講說 他覺得阿花夠也好像神一樣 他覺得很難打敗他 到底有沒有可能 OK 那律師 那如果你注意到 那個最近的話 也有在公開 大陸有公開賽 在比賽 醫生跟那個機器人 在讀那個影像 看誰讀得準 你也看到這種 新的比賽開始了 醫師是不是開始會失業 OK 這東西都很有趣的事情 好 所以我們就開始回到技術層面來講 就是說 你現在那麼多照片 你該怎麼存 對不對 你很多支架怎麼存 所以第一個就是什麼呢 你要存這東西 然後你希望存是很有效 你要找一張照片 你快找出來 對不對 那當然不可能像以前相本 以前相本是怎麼樣 你要一夜夜歡 對不對 很慢 對不對 除非你記憶力非常好 知道說你要照片哪一本的哪一頁 通常很難 對不對 所以以前那一夜夜歡 那就很慢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是怎麼樣 要很快 你現在每天你拍那麼多照片 累積起來一年多少 對不對 那一輩子會多少 你怎麼很快的 很低複雜度的去找出你要的東西 OK 然後 所以這邊有一個技術 就叫做Divine and Conquer OK 也就是說 我們剛講說人類演化 一個很重要程度就是什麼 我們開始懂得形成一個團隊 懂得分工 可以嗎 形成團隊分工意思是什麼呢 本來一些很複雜的事情 一個人同時又要去鎖類 對不對 要去打類 那同時又還要耕種 還要開始農耕 對不對 同時要做鎖類 漁木業 同時又要做那個農耕 那很辛苦 那同時做這種東西很辛苦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開始分工 有的人打類打得很好 專門去打類 可以嗎 有的人很會做東西 專門去種東西 當農夫 那有的人怎麼樣 很會去 產銷買賣東西 他就做產銷班 等著分工 這樣可以嗎 所以呢 同樣的道理 你希望電腦去處理 這麼一堆資料的話 就像你一大堆照片裡頭 對不對 你如果要從第一本翻到最後一本 每一本都從第一頁翻到最後一頁 那不得了 換不完 所以比較快的方式是什麼呢 假設我十本項本就怎麼樣 找十個人去翻 比一個人從頭到尾翻得快 對不對 好 所以一樣 現在電腦很方便 以前這部電腦 我只能用一部電腦從頭看到尾 那就慢 那現在電腦很方便 我很容易就弄到十台電腦 或者雲端 我把它丟到雲端裡面 讓Google什麼 搜尋Google大神幫你去找一大堆電腦幫你做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個術語叫Dividend Conquer 可以嗎 你就把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十本項本要從頭看到尾 分解成十本項本 每一本項本一個人看 每一本項本一個電腦 每一個資料一個電腦看 這樣就很容易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就有一些善心的人士 就把它寫成一個免費的軟體叫Hadoop Hadoop就是這支很可愛的黃色小象 這是卡通人物裡面 這個黃色小象就叫Hadoop 那當初這工程師 為什麼會把這套系統叫做Hadoop 大家看到這個小象有什麼環印 大家像 看到像 看到這支黃色的像 這個Hadoop的Logo 看到商標 他為什麼用這個商標 他看到這個像有什麼感受 大家覺得 看到像有什麼 B Theta B Theta B Theta 大象對不對 可是這小象很可愛 好像不是很出眾的大象 所以是什麼 這大象好像會跳舞會揮 你讓大象跳舞起來 讓大象揮揮起來 B Theta 大家印象就是大象很笨重 那一般大象行動很方便 不方便 動作很慢 一大堆資料你要去找 動作慢 對不對 然後呢 他把它變成一個很可愛的小象 好像可以跳舞可以揮起來 意思是說怎麼樣把你那麼多複雜的資料 像個大象一樣 如果他沒有充分的這種舞蹈能力 沒有充分的這種跳舞能力 他舞通不起來 只是一個很笨重的象而已 你只能攻在那邊而已 可是如果他變成是一個可以跳舞可以揮動的象 他就把很多資料券活潑的應用出來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些工程師 就不要叫Hadoop OK 剛開始是Google裡面在搜集這麼多資料 Google工程師用的這個 Divine Conquer這個分散式系統 那Google工程師講了一下 可是他沒有很善心弄出來 後來他的競爭對手Yahoo 覺得這好東西應該就把它弄出來 所以另外一些Yahoo工程師就把它寫出來 然後變成Open Source 完全開放的軟體 大家網路上可以找得到 完全免費可以用 也就是這個新的一個社會的想法就是說 就像上禮拜有講到說 很多數據如果我們把它變成公開數據的話 更多人來看更多人來監督 可能就會讓它更有效率 讓社會更透明更理想 同樣這些工程師也希望把這些數據 怎麼分析這麼多公開資料 變成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可以用 所以好多的全世界人都可以用 好 那剛開始是一隻象 一隻象出來就開始怎麼樣 開始做出一些基礎東西以後 那象出來怎麼樣 豬啊什麼東西都跑出來了 OK 各式各樣動物都跑出來了 開始生態開始豐富 就像是說本來是一個很荒廢的地方 你慢慢的挖了一個水池 那慢慢就有蝌蚪出來 蝌蚪出來就有青蛙 青蛙來就什麼 就有蛇就老鷹什麼都來 整個生態系統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是公開資料的好處就是這樣 全世界大家都在玩 那就很多人都可以用 完全免費的就可以開始使用 把技術門檻想辦法降到比較低 讓大家都可以用 這是比較開放的精神 好 那剩下細節有什麼呢 我們以前的電腦是一個大腦 叫CPU 中央處理系統 Central Process Unit 然後有一個快速的記憶體叫Cache 很快的記憶東西 然後再來有一個比較慢的大量 這個慢的但是速度也還可以 叫Random Assessed Memory RAM 那Dynamic的D-RAM 然後慢慢的更大的資料就換到硬碟 這是以前的做法 以前你靠一個單機作業 你靠一部手機 看一部電腦你就想處理軟縮的世界 可以嗎 那台灣就靠這個PC打拼停一下 OK 可是慢慢的PC怎麼樣 價格越來便宜了 對不對 電腦越來便宜了 所以到最後是什麼 很多公司乾脆就幫你提供免費的服務了 對不對 像Google給你很多免費的服務 很多人給你免費的服務 對不對 根本它不是要賺你的硬體錢 對不對 它賺的是你的資料 你的資訊 OK 所以呢 這樣的傳統這種思維 如果你還停留在當機使用 已經改了 現在你 像電腦現在可能大家都懶得帶了 只帶個手機 手機根本記憶體不太夠 出的東西不多 資料其實都丟到雲端裡面 看你喜歡Google Yahoo 隨便Microsoft 看你喜歡哪一家 就有哪一家 很多人免費提供的服務 好 所以我們要脫離我們這種硬體的思維 關於就是說 台灣的產業也慢慢要脫離 以前我們是做硬體起家的 可慢慢的在這種新的社會 新的時代的時候 我們也要慢慢脫離這樣的一個數據 這種從硬體觀點 要慢慢弄出新的東西 要把從硬體為基礎 慢慢結合數據科學 硬體加軟體 做新的東西才有辦法 達成新的這種戰局 好 就像剛剛那個演化過程 這是一個演化過程 必須跟著實在改變 改變 當然 相關的法律倫理這東西 可能必須要跟著改變 才有辦法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背後裡面的基本的想法 基本的邏輯是怎麼回事 好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 你的資料裡面有些是影像的 那有些是有結構性的 有結構性的是什麼 你知道是哪一天在什麼地點 那現在GPS知道位置在哪裡 對不對 這是時間地點 可是呢 你知不知道裡面的照片 是開心還不開心的照片 有沒有這個數據 沒有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呢 你有些是結構性的 結構性的意思就是什麼 你在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拍的 這是結構性的 那有些是非結構性的 比方說裡面這個人 是開心還不開心 這東西並沒有很明確的東西 沒有講出來 有些是非結構性的東西 OK 好 那你當然要把這資料 想辦法蒐集起來 OK 然後呢 去找看看裡面 有沒有什麼固定的規律 OK 比方說呢 你去看看開心的人 你就去看看開心的你想怎麼樣 那不開心的你想怎麼樣 你發現開心的時候 他眼睛鼻子 大概有什麼特徵 嘴巴有什麼特徵 那不開心大概有什麼特徵 這樣子去做 OK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 跟各位介紹今天講的東西 怎麼去做 讓機器去學會跟人一樣 去判斷這個照片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這樣可以嗎 好 然後這裡面呢 有些是用統計的規律 那有些不是用統計規律 用統計不如我們叫統計學習 不是統計的話就是 通常叫Rugal Base 就是一些規律 就像六法全書 他不是用統計做出來的 他根據某些規律做出來的 OK 那統計的比較像那個 英美法系就是 根據判例 多數學 裴聖譚 大部分覺得怎麼樣 那不是統計 就像歐美 像大陸法系 就是根據某個邏輯 根據某個精神寫出來 OK 好 所以我們開始找資料的一些關聯 然後最重要我們希望去做預測 看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OK 然後見了一些有用的模型出來 好 所以這邊就開始有一些技術上的東西 原來有些數據的 比如有一大堆照片 你開始要分開心不開心 你開始分哪些是你要的 哪些是你不要的 開始分 那分了以後就開始做一些錢處理 然後把它轉成 比如說開心照片跟不開心照片 他嘴巴笑的角度是多少 對不對 他的嘴角上揚幾度 比如說像這樣子 開始歸納這些特徵出來 OK 然後就找出一個特徵 如果你的嘴角往上揚 幾度以上可能就開心 往下揚幾度以下可能就是不開心 比如說找出這種規律出來 OK 好 然後最後你就變成是一個姿勢 你要看這個人開不開心 就可以看這東西 就像以前什麼 打扑克牌 打完那些什麼扑克牌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去仔細觀察你的對手 他到底是不是在吹牛 他是不是在buffing 他說這吹牛的時候他手上有好牌 其實是假的 好 那你就慢慢仔細觀察他有什麼動作 他不小心洩漏出來 當他吹牛的時候 他不小心會有某些動作出來 如果有的話 如果你看到他這個動作 你就知道說這個人在吹牛 可以嗎 那比方說這些法官律師都很厲害 他也會觀察人知道說 這個犯人到底在講實話 根據某些行為 判斷他是在講實話 OK 這都是找出的規律出來 好 所以呢 剛剛講那個Hatoo的話 他最重要是一個完全免費的 OK 然後呢 他呢 讓全世界的人所有人都可以用 所以讓大家可以使用技術敏感相對降低 那當然還是有一點技術敏感 但是比起其他的人來講 這是完全免費的 所以只要你有 願意花時間去學這種計算機的一些技術 願意花時間去學它 你可以完全免費使用 合法使用 如果不做商業用途是完全免費 那你做商業用途 你當然要跟他授權 他有那個 Ubansource的license 這個專利權要問這個專家 OK 就是你如果 non-commercial use的話是free 這commercial use當然還是要談一些 loyalty 的問題 OK 好 那舉例來說 他裡面一個背後的演算法叫做mem-reduce 這個演算法 那這個想法到底是說什麼呢 舉例來說什麼呢 我們現在有一大堆歷史資料 既在1950年代的時候 在這個氣候觀測站的時候 他觀測到幾度 比如說0度 然後1950年代的時候 在另外一個又觀測到22度 正22度 在1950年代的時候又觀測到-11度 或者正111度 這都華氏 不是涉氏 1949年代 好 這是原因為什麼有一大堆資料 下一個問題就是什麼 我想要知道每一年最高溫是幾度 這是你想知道的事情 好 那你接下來就是怎麼要從一大堆資料裡頭 找出這東西出來 好 所以呢 這一大堆資料 這麼多年代 那不同觀測站 兩個資料就太多了 對不對 看起來很痛苦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就是什麼 把這些資料分成不同堆 就好像是說你有一大堆相簿 對不對 那每一張都看太辛苦了 所以呢 你先把相簿分成十堆 然後交給十個人 可以嗎 好 那這個叫做Mapping的動作 好 那就是剛剛講Dividing Conquer 那個Dividing的動作 那Mapping就是做Dividing 就把它分成幾份 OK 好 然後分成幾份以後 接下來 比如說把這一大堆相簿分成十堆 每一個人就看一堆 或每一個人看一本 分成十本 好了 好 每一個人看一本 然後每一個看本就會記錄說 這一本裡面看到什麼 1950代0度C 1950代記錄到22度C 1950代記錄到51度C 那另外一個記錄到說什麼 1949年有111度C 1949年有78度C 記錄到這些都資料出來 好 然後 在想辦法怎麼樣 把同樣一個年代的東西 合併在一起 比方說什麼 你有一堆相本 你分成十本 相片分成十本 十個人去看 那每一個人把什麼 裡面開心的照片拿出來 可以嗎 好 所以每一個人把開心的照片拿出來 那最後怎麼樣 再把同一個年代 就是我們現在找每一年最開心的照片 OK 那我們就把 每一年最開心的 開心的程度寫下來 然後就發現 1949年裡面有兩張照片 一個開心程度111分 一個開心程度78分 可以嗎 所以如果我要找1949年那一年 最開心的那張照片的話 那我就會找 1949年111分的這張照片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個東西叫做 Mapping就是等於是Divide 分成十本相本 那每一本分別去看 看出來以後你要去 合在一起 然後就Reduce 那就是Conquer 所以Divide和Conquer 基本上做這件事情 或者是所知共化 這就是一個分散式系統 分散式計算 Distribute Computing的觀念 簡單講就是一代一項本的話 你找幾個 以後 阿公阿媽要整理那張照片 你找幾個小蘿蔔頭幫你分別去找 找出每一年最開心的照片 那最後呢 你再去整理出來 你就可以整理出每一年最開心的照片出來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在這個Hadoop裡面的核心的技術 就是這個MapReduce演算法 裡面基本上是用這件事情來做的事情 就很簡單的 這種Divide和Conquer的想法 這樣可以嗎 這個完全免費軟體 中間核心技術就要做這件事情 有了這個免費軟體的話 雖然免費 但是呢 通常免費的東西 通常就不好用 大家如果用過免費的東西通常這樣子 免費的東西通常不好用 那要好用一點就怎麼樣 就有公司花時間把它弄好用一點 可以嗎 所以Apache是Berkeley的一些工程師 就把那個系統裡面去把它調好 弄出一個叫做Apache的Spark系統 就UC、Berkeley這些人 然後呢 這東西剛剛的演算法 很簡單 可是你要做的時候 要做得快的話 你要配合硬體 才要幫忙做得快 這時候電機器的訓練還是有用 電機器應該跟直控器要合在一起 要做In-Memory Computation 在記憶體裡面去做計算 才要幫忙快 OK 所以就比原來的Hatube 快10倍、100倍以上 好吧 所以免費的東西通常是很陽春 你要好用一點就花點錢 好 然後另外有一些善心人士呢 整理出照片出來 接著你要去分析這照片 到底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要分析一些特徵出來 剛剛講開心不開心就能看 能看太辛苦了 如果你有上千上萬個照片 看到頭暈呢 對不對 你當然是用軟體來做 OK 所以呢 免費軟體另外一個善心人士 是統計學家弄出來的 叫做R OK 所以完全免費的軟體 全世界大家要用 OK 所以你要做很多統計分析 特徵分析 這裡面都可以用 好吧 好 好 那一樣這個是一個 open source 的 license 就是 不是 commercial use 的話 不是商業行為完全免費 商業行為也是有 loyalty 那另外呢 有一群資工的善心人士 工程師 弄出一個叫Python的軟體 就是說 你如果要做R是比較高階的語言 就是做比較高階的統計分析 看個大開 那你如果要做低階的運算 要做個比較詳細的運算的話 有一個叫Python 這是免費軟體 所以基本Hadoop、R、Python都是免費的 如果你想玩的話就可以完全玩 可以去玩 剛剛講的是基本上是那些軟體 最重要的是你要這些軟體裡面 找出你要的照片出來 最重要你要判斷這張照片是開心還不開心 你要做這種事情 要做開心還不開心的話 就有所謂的兩種 一種就是什麼呢 我們先講那個非監督式的學習 我先講監督式的學習 監督式的等下會講 監督式的學習比較簡單 有一個人告訴這個電腦系統 這張照片是開心 另外一張照片不是開心 告訴哪一張是還不是 可以嗎 這叫監督式行為 有一個人監督電腦 告訴他說這是開心的照片 這不是開心照片 這樣可以嗎 這叫監督式的新聞 好 這是一開始如果很明確 你要找開心照片 好 可是呢 如果你要找是什麼 比方說我要找這個好玩的照片 我要找不一樣的照片 那你要找不一樣的照片 這件事情有沒有那麼簡單 我要找一個很不一樣的照片 讓你的印象深刻 對不對 那這件事就不是那麼簡單了 可以嗎 所以這件事情很難 你可能很難跟電腦告訴說 這張照片是好玩還是不好玩 這張照片是特別還是不特別 這東西很難講 對 你覺得好玩跟我覺得好玩可能不太一樣 會有一些不同的差異 那這東西叫做非監督式行為 就是說沒有人能夠定義什麼叫做好玩 什麼叫獨特的照片 或者每個人定義不太一樣 所以沒有共識 那這時候呢 沒有人為的標籍 沒有人說這張照片是好玩還是不玩 這張照片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這張照片是有趣還是無聊 這張照片是獨特還是普通平庸 沒有人這種標籤的話 那這時候呢 怎麼讓電腦很聰明的把照片分成幾堆 可以嗎 相似的照片放在一起 然後再找人去看看這一堆照片是什麼 這樣可以嗎 也就是你要一個人去標籍那麼多照片 然後哪一張照片是好玩還是不玩 哪一張照片是好玩還是不開心 這很痛苦啊 對不對 所以我叫電腦先幫我分成幾類嘛 我再看這一類是好玩還是不好玩 這一類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這一類是有趣還是不有趣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先講 你沒有人告訴電腦哪一類是好玩 哪一類是開心 哪一類是有趣 哪一類是獨特 沒有人給這種標籤 沒有人給這種標籤 電腦自動去學習 他去看這些規律找出去學習出來 所以舉例來說 假設現在有一堆資料在這裡 然後我們發現黃色這些資料好像他們 滿靠近的 所以他們可能是同一群 藍色這資料可能很靠近 它是同一群 紅色這資料也很靠近同一群 所以我大概就把這一群資料分成三堆 用三個顏色來表現 這叫做分群畫 我就把資料我決定要分三群 可以嗎 然後我讓電腦自動去判斷哪一個資料 一個資料就是一個點 比方說這個資料跟這一群比較像 所以就屬於這一群 這個資料跟這一群比較像就屬於這一群 這個資料跟這一群比較像就屬於這一群 這叫分群 就像照片 我請電腦把我所有照片分成三堆 三群 它再根據某個影像我把你分成三群 再看哪一群 這一群是開心還是不開心還是 好玩還是不好玩還是 還是有趣還是不有趣這些東西 你自己才換標籤下去 所以這樣的一個分群的話 基本上是什麼呢 我們像剛剛的歷史 就想辦法找比較類似的同一群 所以你要定義所謂相似性 哪一張照片跟哪一張照片是很像 可以嗎 比如說如果人臉的話 你就看他眼睛、嘴巴、鼻子的相對位置 比如說要看開心、不開心 要看他嘴唇的那個上揚或是下降 這些紋路的特徵 你要找這些特徵出來 所以基本上 有些人是根據一些人類的觀點 使用者觀點去做一個分析 那可能最重要還是想辦法 自動要去把它找出它的特徵出來 比如說一個人像裡頭 最重要就是嘴角的邊緣這些位置 你要找這個特徵出來 然後你要把一些不必要的雜訊給去除 有些干擾因素 比如說你拍張照片的時候 旁邊有些背景 這些背景可能會干擾你 那你怎麼把背景去掉 那接下來我們要處理大數據 所以你要怎麼很快地做這些事情 所以必須要注意這些事情 所以你就用某一種方法 某個數學上演算法 那你就可以寫成成四 就可以分群 然後分完群以後 比如說你分成三群 接下來你看看這一群 每一群的照片像不像 如果像就是三群 如果覺得不像你就再繼續 不太像你這一群再繼續不細分 可以嗎 你可以繼續再分 那分群的話有幾個常見的方法 第一個叫做階層式的分群 基本上就是說 假設我現在有六個資料 ABCDF 那我發現什麼呢 D跟F最像 D這個人跟F這個人最像 所以他們可以一開始變一群 然後接下來什麼 A跟B這兩個人很像 可以當作第二群 那接下來呢 D跟F這兩個人跟E很像 可以當第三群 那這個可以分成第二個大群 接下來那個 D F1跟C 又很像合在一群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我在這裡切一刀的話 這六個人就分成兩群 A B是一群 其他的四個人是一群 那我如果在這裡切一刀的話 A B是一群 C自己單獨一群 然後其他三個人是第三群 我如果是在這裡切一刀的話 你會發現 A B是一群 C自己一群 E是第三群 然後D跟F是第四群 那你如果是在這裡切一刀的話 你會發現只有D跟F是一群 其他四個人自己單獨一群 那如果再往下切的話 每個人都不一樣 每個人都吃一群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裡有六個人 可以嗎 他們碰到選舉的時候 看到是在哪裡 選舉到什麼程度 是選總統還是市長還是到鄉鎮 他們的做法會 他們的投票行為不太一樣 聽得懂的意思嗎 比如說選總統的時候 A B這兩個人的投票是同樣一個黨派 那這四個人會投同一個黨派 OK 可是如果接下來到市長選舉的時候 可能就會不太一樣 然後到鄉鎮選舉的時候 行為又不太一樣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種訴狀結構 把這些人的關係 他們的政治形象投票行為 或是一些東西表現出來 那你就可以判斷 看你是在哪一個 是在哪一個層級的選舉 你就大家知道 哪一個黨派 然後哪一個候選人會得到幾票 你就可以掌握這個選舉的情況 這樣可以嗎 這樣的方法叫做階層式的分群 那另外一個技術叫做K-min 就是假設呢 我要分成這幾個不同顏色的 那每個顏色呢 我就找幾個中心點 那把它 跟它比較像的這些點放在一起 就變成幾群 這也是一個方式 剛剛是階層式 看是在哪個選舉 那這個呢 假設我要分成K群的話 比如說K-16 我就放16個中心點 那把相似的放在一起 就是說 像在美國選的總統的總統 他就代表人質 所以就要每一桌 對 每一桌 哪看每一桌的政治領袖 意見在哪裡 哪個政治領袖 每一桌 你 所以在美國總統選舉的時候 他到不同桌 他講的話 重點會不一樣 他到那個桌 就要講那個桌 你喜歡關心的問題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些東西 就可以再去看看 看看剛剛講的那個 不同桌 或不同的社會群體 到底他們關心什麼問題 那如果你是在商業行為的話 你的客戶 他有不同的分群 你怎麼去看看哪一個客戶 他喜歡什麼東西 OK 那如果你是要 拓展你的分店的話 你要在哪個地方設點 好 比方說呢 我看到這麼複雜的一個人際網路 我大概發現 紅色是一個檔派的 藍色一個檔派 然後黃色是另外一個檔派 然後這邊紫色是另外一個檔派 所以大概可以看出說 這些人的朋友關係 他們的意見 大概知道他們的檔派行為是怎麼樣 OK 那你就知道說 他們的影響力有多大 然後誰是HUB 誰是那個意見領袖 你可以找出來 好不好 所以他們選舉什麼東西 美國是做到這種密集去 針對意見領袖去做影響 去瞭解 好 那客戶啊 你知道說 這些人的行為 可能類似這些人的行為 這個人的行為 跟大家都不一樣 OK 你可以問成這樣不同的 那你就知道 這一群的人他們關心什麼議題 他們對什麼東西有興趣 那這一群是喜歡什麼議題 對什麼有興趣 你就可以去了解 那比方說一個Pizza店的話 你要考慮你的分店要設在哪裡 可以嗎 或者7-11 你怎麼決定你的那個店 要放在什麼位置 OK 比方說 比方說 舉例來講 最成功例子 台灣的麥當勞 事實上不是靠他賣漢堡賺錢 事實上是靠他分店賺錢 他環地產投資很成功 麥當勞選的點都很棒 大家就仔細去看 那一點 他投資在環地產後來都賺很多錢 他是靠環地產賺錢 他不是靠賣那個漢堡賺很多錢 這樣可以嗎 這恰常用這個技術 那剛剛是沒有 沒有人告訴他什麼是好玩 什麼是不好玩 什麼是開心 什麼是不開心 是所謂的非監督式學習 那下一步是所謂監督式學習 有人告訴電腦 這類的照片是有趣 或是無聊 這類的照片是開心啊不開心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監督式學習的關鍵就是 有人給你做標籤 有人給你做標註 已經有人花時間去看每張照片 知道每張照片的屬性是什麼 已經有幫你做這件事情 這叫監督式學習 所以這等於是說 有人寫了這好像是說 有六法全書有幾本書 有人給你寫了幾個名法 然後公司法專利法 各式各樣的東西 已經有各式各樣的條文出來了 然後你就去學 你要成為名法專家 你就要花時間去學名法這樣子 看看規例它後面邏輯怎麼回事 那怎麼做監督式學習 就有不同的方法 我會介紹幾個常見的方法 一個是所謂回歸分析 看看哪個因素跟哪個因素之間有關係 哪個特徵跟這東西有關係 那或者是所謂決策術 你根據什麼特徵開始做什麼決策 那決策是可以想像是長一棵樹 有時候這個問題很複雜 不是只有一個決策方法 有好幾種不同決策方法 所以一棵樹就變成是一個叢林 或是森林 所以就從一棵樹 從一個決策的方法 慢慢的從一棵樹 長成一堆森林 很多不同的方法 就是說 比方說 那個大陸法系 可能習慣就是 根據這條文就這樣決定 所以比較簡單就是一棵樹 你如果什麼樣的條件成立 就應該怎麼樣 OK 是比方是這種 rule base OK 然後那個陰莓法系 開始就是什麼呢 在什麼情況之下 那大家覺得這個 那個配神團決策是 這個很有罪 在什麼情況下 這個配神團決策是無罪 開始有不同的 根據不同的方法 你會做出不同的決策出來 所以已經從一棵樹 變成是一個叢林出來 OK 好 然後呢 另外一個比較簡單的話 是什麼呢 你要投票 你不知道投誰 就問鄰居問你的朋友 看他投誰 受你的鄰居朋友的影響 可以嗎 這叫做最靠近的鄰居 鄰居不一定是幾何上的最靠近鄰居 有時候是跟你坦德蘭的朋友 雖然不見得住在你附近 OK 好 那另外一個方法叫做 知識項鍊 叫supportive machine 那是碰到一個更複雜的關係 就有不同的分類法 然後我會稍微介紹一下神經網路 就是怎麼樣電腦開始學習人類的神經的行為 那我們下禮拜會講更多這種人工智慧 怎麼樣讓電腦學會更多人類的神經的判斷 OK 好 所以這點大概是什麼呢 我知道一個S 知道一個Y 那我就看他們之間 是不是好像有一條直線關係 如果有的話表示說 當S增加的時候Y會增加 或Y增加的時候S會增加 他們有相關性 比方說看你嘴角上揚的幾度 嘴角上揚幾度越大 表示開心程度越高 可以嗎 所以最少上揚幾度的關係 跟你的開心程度就有正比的關係 正相關的關係 這最簡單 OK 好 這最簡單就叫信心回歸 找一個信心 可以嗎 或者是有的時候這關係不是那麼簡單一條直線 可能是一個曲線 那也可以 那我就可以從信心回歸變成非信心回歸也可以 這是第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然後第二個呢 我只是判斷成功或不成功 成功或不成功 比如一代表成功 零代表不成功 或者一代表會買東西 零代表不會買東西 可以嗎 那一代表是說我會贊成 零代表我會反對 你會贊成還反對 你會同意還不同意 你會成功還失敗 你會做或者不做 你會動作 有動作或沒動作 所以你的結果只有零一兩個可能 好 所以呢 最簡單的是直線 當我x增加的時候 x越大的時候 我的y就會越靠近1 那我可能就會 就會做出1的這個決策 好 但是這個信心的話 會有一個麻煩 它會超過1很大 或會比0小很多 這比較麻煩 對不對 因為你的決策只有0跟1 買或不買啊 這些東西 好 所以呢 我就把這條藍色的直線 修改一下 變成這個 黃色的這個曲線 那數學上 其實這個就是 這是一個指數函數 所以是LOGO比 是指數函數的關係 所以英文叫logistic 中文翻譯就是 那個邏輯式回歸 這樣可以嗎 所以如果你的決策行為 是只有兩種可能 那你就不要用信心回歸 你改用邏輯式回歸 就可以來判斷 好 所以到底判斷說 譬如說 男性跟女性 是不是會買東西 然後它影響到大不大 這些關係 很多時候 那個關係不是剛剛那麼簡單 這條線性 或者是只是一個 很簡單的那種曲線 是一個複雜的關係 OK 那複雜關係就是 用一個術的方式來解釋它 好 比方說我們看下面這個例子 你要決定 你要不要換公司 可以嗎 你要決定要不要換公司 好 比方這種某人 他要不要換公司怎麼樣 薪水有沒有超過 那個五萬塊美金 如果不是的話 根本不用考慮 可以嗎 我就不會換公司 因為假設他現在薪水就五萬塊了 那如果薪水沒有增加 他可能也不會想換 這樣可以嗎 好 薪水超過五萬塊 接著來考慮公司的地點 離他住的地方有沒有很遠 他通車時間 有沒有超過一個小時 假設這個人 每天最多只願意花一個小時一趟 來一會就趟兩個小時 可以嗎 所以如果薪水比較高 但是通車太累了 一趟超過一個小時 來一會就超過兩個小時 他覺得滑不來 他也不要 通車地點超過一個小時 他也不要 公司離太遠 新公司太遠 他也不要 這個人很愛喝咖啡 沒有免費咖啡他也不要 有沒有免費咖啡 有沒有免費咖啡 他就去了 所以這個人什麼時候 會考慮一個公司呢 薪水超過五萬塊 比他現在薪水高 然後呢 通車時間 一趟不要超過一個小時 OK 不要太遠 然後接下來 有免費咖啡可以喝 他就去了 可以嗎 那沒有滿足這些條件 他都不去 這就是某一個決策術 有人就是這樣做決策 我們今天講理性了 不講kymoji那些 好不好 我們今天講理性了 理性決策是這個 阿非理性是呢 kymoji喜不喜歡這個老闆這些 喜不喜歡這個公司 好吧 這樣可以嗎 這就是一個決策術 這樣可以嗎 所以一樣 這是會換公司還不會換公司 同樣你會同意還是不同意 可能也有一個決策過程 滿足什麼條件下你會同意 滿足另外一種情況下你不會同意 或者法官判斷有罪而無罪 可能是某一種決策術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根據大陸法系的話 可能就根據某個條文 條文寫得很清楚 如果這個前提成立的話 就是有罪而無罪 這個前提成立不成立的話 就怎麼樣 就這種簡單的二分法 這樣可以嗎 這是假設世界都很黑白分明 都很簡單 都很單純的話 根據某個條文 根據某個決策規則就可以做決策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只是很不幸 我們的世界沒那麼單純 所以會比較複雜一點 比較複雜一點是什麼 你可以想成是好 剛剛一個決策 那就是好像想成一棵樹 那你有好多種決策情況 那就有好多個 有沒有 沒有 就你可以想像說 好多個樹 弄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叢林 比方說 剛剛這是一個決策樹 那就判斷薪水夠不夠高 交通時間不要太遠 然後有免費咖啡 是一個簡單的決策 可以嗎 可是呢 這是理性決策 另外還有一個非理性決策 要看肌肉質 看喜不喜歡這老闆 喜不喜歡這同事 那是另外一個 可以嗎 那一個人決策 是不是有時候那麼專純 只考慮這種理性的 不完全吧 有時候你會考慮一些非理性 情感的因素 還有其他因素 可以嗎 所以你考慮了理性的話 比如說這是一個理性的決策 那你還有一些非理性的東西 還有一些其他因素 你喜不喜歡你的老闆 喜不喜歡你 喜不喜歡新老闆 喜不喜歡你的新同事 喜不喜歡新公司的文化 所以你應該去考慮一下 這是另外一個決策 這兩個決策 之間要再擺當 可以嗎 你有時候考慮一下這個 心水很高 然後距離又沒得太遠 然後用免費咖啡可以喝 這是理性的 你沒考慮這東西 可是在考慮想 那老闆你不喜歡 或你同事你不喜歡 公司文化你不喜歡 新公司你不喜歡 你可能還在低估一下 可以嗎 你有時候走那一條有時候走這一條 然後在那邊掙扎了一陣子以後 最後再做決策 這樣可以嗎 也就是很多時候你的決策 不是那麼單純只是一棵樹而已 就是一個簡單邏輯過程 就像是說到英明法系 同樣的事件的話 在某一種時空之下會有罪 在另外一個時空之下可能無罪 你要考慮背後的時空 不是那麼簡單 做什麼事就一定有什麼就有罪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就要一棵決策樹 變成是好多的叢林 好多森林怎麼樣呢 在一個大群組裡面 有的人是因為理性因素換公司 有的是因為Kimoji 情感的因素換公司 有的人這樣 有的人這樣子 所以是一個隨機的 人沒有那麼一些理性 最明顯的經濟選民演 消費就是一個不理性的行為 你買東西其實很多時候是不理性的 這樣可以嗎 你買很多東西其實很多時候不是你需要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就是把這種不同的考慮因素 然後他們之間有不確定性有隨機的行為 然後他們之間有不確定性有隨機的行為 舉例來說 有個例子的話 他考慮假因素的時候他會做某個決策 考慮以這個因素的時候他會另外一個決策 考慮丙這個因素又另外一個決策 可以嗎 最後呢 有很多可能嘛 最後取多視覺 可以嗎 也就是有的人會因為錢的關係換公司 有的人會因為金毛錢關係換公司 有的人會因為別的東西 那最後呢 做一個多數決 做一個決策 可以嗎 也就是你處理的是很多人 一個族群 有的人會這樣 有的人會這樣 每個族群 裡面的每個人的行為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把這個不確定性 這種變動的東西考慮進來 這叫隨機勝利 這樣可以嗎 你要處理是一個複雜的群體 不是單純的 就是這個群體的人不是那麼簡單 根據六法前述在購入職 根據某個法條某個貴意在做 不是機器人 還有別的因素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你沒辦法決策 很簡單問你的好朋友 問你最親近的人 可以嗎 所以很多人的決策 事實上就看你 周圍的人怎麼做決策 你就做出決策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東西就是看什麼 比方說 這個人 到底他會投紅色的這一檔 還是投藍色這一檔 比方說這樣子 然後就看什麼 這個人的周圍是怎麼樣 發現這個人的周圍怎麼樣 大部分是紅色的 投紅色的 就少數投藍色的 可以嗎 他聽到比較多 喜歡紅色的 說紅色的好話 所以他可能就會投紅色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 第一個K 就是說你問幾個人 像這個例子 這個人問了 1 2 3 4 5 6 7 8 9 他問了九個人 他問了九個人 可以嗎 K就給你九 然後問了九個 他最高興的朋友 裡面有七個喜歡紅色 兩個喜歡藍色 那他就跟著大家走 選紅色 這樣可以嗎 這叫K-N-N K-N-N is neighbor 然後很多時候 我們的腦筋不是那麼理性的 那麼單純的 是很複雜的曲線 可以嗎 你不是說什麼東西越高 你就越喜歡什麼 對不對 不是 比如說不是這個人照片 他嘴巴上仰的角度越高 就代表越高興 可以嗎 他可能在某一個範圍的時候 是高興 超過那個範圍 可不可以 又是另外一種痛苦了 了解意思嗎 所以那個關係 不是簡單的線性 不是這種簡單的線性 不是簡單一條直線 就可以分開來 是一個非線性 關係是非線性的東西 好 那數學上就想辦法 把非線的東西 把它透過一個想像 到一個更高尾的空間 它就可以變成線性 可以嗎 就在我們在低微的人的 這個世界裡頭 想不清楚很複雜的東西 你如果站在更高的綠法 這上面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可以判斷 好 那數學上可以做這件事情 好 那哲學上 宗教上就看你相不相信 那是另外一回事 OK 那這就是細節 比如說我要分開 星星的跟點的這兩群 好 那我可以考慮 A這種風法 A這種風法的話 大部分的星星會分對 可是紅色的圈圈會分錯幾個 所以A不太理想 或者可以考慮B這個風法 它就可以把兩個完全分開 或者考慮C這種風法的話 大部分藍色會對 可是紅色有幾個也會錯 可以嗎 所以B會比A系來得好 那剛剛那個方法 可以弄到更複雜的情況 OK 所以這邊我們介紹幾個回歸 對不對 那通常就是你要決定 你要換幾個變數 那不是把所有變數放進去 越多越好 舉例來說 你要預測今年冬天的毛線衣 什麼顏色會暢銷 你可以問一堆人 可以了解一大堆調查 是把所有一堆人 一些意見放進來 你就可能做出比較好的判斷 那不見得 有的只要 如果一大堆人猜錯 你跟得錯 可以嗎 反而你要選對正確的Focus School 你要選對正對那些在編織 現在暑假在編織 冬天毛線衣的那群人 那些人才重要 所以你要做這種 挑重要的變數出來 好 然後決策數 一個人決策因素 是剛剛那個舉例 只有三個因素而已 換工作是不是這麼簡單 只考慮薪水 只考慮距離 只考慮有沒有咖啡 有沒有這麼簡單 很少人這麼簡單 你還要更多因素 所以你的樹到底要長多大 你的因素要考慮多大 然後再來 一棵樹如果不過 你要長出一堆森林 要種幾棵森 也就是說 譬如說剛剛 考慮薪水 考慮距離 考慮有沒有咖啡 這是一個可能 那另外考慮 Kimoji 考慮喜不喜歡 這另外一個可能 你還要不要考慮其他的 你到底要考慮幾個 你要種幾棵樹才夠 決策樹要種幾個才夠 好 那剛剛的例子 一個人 他問最靠近的 譬如說九個人來做決定 那你也可以問十一個 你也可以問七個 你到底問七個 問九個還是問十一個 怎麼判斷 然後剛剛的話 一個非線性的曲線 那個非線性 到底用什麼樣的非線性 要怎麼選 這都是細節 該怎麼弄 好 那一些舉例來講 就是說在機器裡面 就看看說 這機器有沒有故障 然後要不要進場維修 然後我們在新竹科學園區 就很多這種 譬如說台積電 聯電這些 有辦法打敗Samsung 這些東西 就靠這很多兩率 我們的兩率比它好 OK 雖然我們的 譬如說在iPhone iPhone的那個 我們的製程比它 那個 比較大一點 但是我們的兩率比較高 那後來我們出來的 故障率也比較少 我們就靠這個營 好 然後譬如說那個U-Bike 你要怎麼判斷 到底點要設在哪裡 然後到底比如說前半個小時 要不要免費 這種決策問題 影響到怎麼樣 然後高速公路 等到人駕到了 要不要停止收費 或者是高承載 這些因素 OK 怎麼流量的控制 剛剛講的機器學習 今天介紹的機器學習 有介紹兩個 一個是沒有人告訴你標準答案 沒有人告訴你一個標籤的 所以Ansure Learning 無限度式的學習 那還有 那我們介紹的是 比較常見的這種分群 好 那 當你那個 更複雜的時候 你就會有 不同的這種 更高緯 更大多變數的時候 你就把它 不必要的變數弄掉 所以你還要做一些 dimension reduction 你還要做降微度 把一些不必要的變數給拿掉 才要不要做生意的判斷 好 比方說這個東西 你要預測今年 冬天 什麼樣顏色毛線 會暢香 沒有人告訴你標準答案 好 那你要去分群 然後看看哪一群 是真的有用的 你也把其他不相干的 一些群組那些東西 要拿掉 這叫dimension reduction 好 那如果有人告訴你 標準答案有人告訴你 哪一張照片是開心的 哪一張照片是不開心的 那你就可以做不同的分類 像剛剛講的 那些回歸 分類數 然後London Forest 這些support information 這些東西 K&N都是 我們講的是回歸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剛剛介紹 機器學習主要是這兩類 OK 那除了這兩類以外 還有一個介於這兩個 有一半知道 有一半不知道 那這個叫 reinforcement learning OK 可以叫強迫式學習 之類 那 舉例來說什麼 阿花購 阿花購怎麼打敗科傑呢 剛開始他先學棋譜 歷史上的棋譜 所以是修盒的 剛開始阿花購 學很多種棋譜 學棋譜 古代人怎麼下 OK 所以他把所有棋譜都學下來 接下來怎麼樣 他開始要弄一些 棋譜上沒有出現的東西 才打敗科傑 因為科傑也很厲害 他也知道大部分的棋譜 所以呢 就會怎麼樣 會弄兩台阿花購 機器人跟機器人 兩個對象 他們會嚇出 棋譜上沒有出現過的棋譜 可以嗎 所以科傑或是一些 到最後那棋譜會慌了 從來沒有在棋譜上 看到人家這樣嚇過 可以嗎 所以有時候不只是兩個指 也是說他們嚇出一些 沒有人嚇過 所以為什麼科傑到就是說 這個人好像棋一樣 因為他竟然會嚇出一些 人類不知道的事情 可以嗎 那這樣的技術叫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所以在那個 Game AI 就是像那個圍棋的 這個Game AI 這就是 阿花購就典型了 他就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 來打敗 所以下禮拜會跟各位 介紹更多這種人工智慧 這些阿花購怎麼打敗棋王 他們到底是怎麼做事情 所以結合一些過去的棋譜 這是修改能力 然後呢 有些是機器跟機器對象 可以嗎 他弄出新的規律出來 那藉以這兩個之間 這叫Reinforcement Learning 接著看看各位 或者是各位的公司 想要請怎麼樣的人 你就選擇不同的角色 他呢 是某個領域的專家 那他就是某些東西特別強 他Domain AIG就特別強 那他可能對電腦不是很熟 對數學統計可能也不是那麼了解 那他如果是那種 寫程式的這個東西 Developer的話 他可能就是對程式要很熟 可以嗎 他可能對專業不是那麼了解 他對數學統計不是那麼了解 那如果他在研發更新的方法 更新演算法 他這個數學統計要更好 所以這三個是不同的能力 就是左腦右腦裡頭不同的區塊 所以你要用不同的區塊 看你用的程度怎麼樣 你就形成不同的角色 所以最後就是說 這樣我們訓練出來的機器 有沒有可能比人還聰明還厲害 就是像阿華國是不是 沒有人能夠打敗他 自動駕駛車子 是不是比人還來得厲害 比如說他有辦法超越那個 F1賽車的跑車的選手嗎 我們如果讓F1賽車跑車選手 跟這個機器人來比賽一下 看誰會贏 有沒有辦法 OK 然後當然大家很關心 這些資料到底是 有沒有資安的問題 他有沒有security issue 然後有沒有那個 那個 會不會違反 要侵犯到個人的隱私權這些問題 這東西也是 法律關心的相關問題 好 那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所以如果要看一些基礎資料 維基百科 英文或中文都有 大家可以去看 那大家有空的時候 花個一個小時 看一下這個影片 上次也有介紹 他在美國拍的一部蠻不錯的 然後公視有播 然後有中文字幕 大家可以去看 在YouTube有免費的 可以看一下他介紹很多 這種大數據科的機器學習裡面 有些正面 那也有些 陰難負面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想多知道一些 跟統計學相關的一些 技術部分 我在網頁裡面會做一些介紹 OK OK 好 那我今天的報告到這邊 那請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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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今天很完整的介紹 那機器學習 一般來講 聽到會覺得很陌生 他們這麼厲害 可是他們到底怎麼學習的 那坦白講 我也是第一次有機會 去聽到這樣的一個介紹 而且是非常的深入淺出 那不曉得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想把握這個機會 問一下羅博士的 這個羅博士您好 這邊有兩個問題 想要請教你 那首先就是您 剛剛有提到 非監督不學習 它裡面有一種 學習方法 叫分泉法 那這個分泉法 您剛剛舉的例子就是說 這個機器會使用 你舉的例子可能是說 哪些開心的照片 哪些開心的照片 沒有沒有 它只分群而已 譬如說 我現在有一萬張照片 我把它分成十群 OK 那裡面其中 某一群可能是開心的 可能另外一群是好 那個 譬如說是嚴肅的 了解我意思 可是他剛剛分的時候 他只知道分成十群 他不知道哪一群是開心 哪一群不是開心 那我這邊的疑問是說 既然他要分 哪一群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開心不開心 那個是屬於監督室的學習 那是後面監督室的學習 對不對沒有講清楚 如果要分開心不開心 是屬於監督室的學習 要有人跟電腦機器講說 這張照片是開心 這張照片是不開心 才有辦法作戰那件事情 那非監督室 只是說電腦分成十群 分成二十群 這樣可以嗎 那裡面是不是有一群 會跟開心有關 也不一定 那我還有一點不懂 就是 你說他既然會分群 他所依據的那個標準 總有一個依據的標準 使他分成哪一群 屬於哪一群 那舉例來說 我如果要分成十群 我就隨便挑十張照片 我認為是代表特性的 然後接著我就看 其他照片跟這十張照片 像的就屬於哪一群 這叫K-mean 那如果你這十群裡面 有一張是代表開心的 那可能哪一群就跟開心有關 所以跟你一開始 一開始選的照片 數據上叫Initial C 一開始的七十點 有關係 那我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您剛剛在那個監督式學習裡面 所提到的一些機器學習方法 像回歸分析 決策 還有類層經網路 這些學習方法 是不是也可以在那個非監督式 非監督式學習裡面進行的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OK 就是要做一些修改 像回歸的話就是要用X 好幾個X去預測Y 所以你必須知道Y是什麼 譬如說開心或不開心 Y是開心一類 不開心一類 那這個監督式是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Y的話 我只是說 譬如分成兩群 分成三群 分成十群 裡面可能有些跟開心有關 有些可能跟開心有無關 這樣子 OK 謝謝 請教一個比較捨入的問題 你個人在想這些事情 我想我參加去年10月 在市民地方高雄網院 剛好紅牌宣布 現在把關的案例做電子化 因此就是說data 已經變成數據化了 剛好有個情境 前面是沒禮包 因此 因此 常常會有快適事務所 被告 行事告 人生行政告 財報不實 或者 業績交易 whatever 那如果有 投資人就起訴我告 快適事 就非常的 好 我就請教一個問題 剛好 老師提供一個資料探勘的流程的圖 就談到結構式 非結構式 那也就是說 現在這麼一個環境 台灣這個環境之下 這個環境的圖 已經把它數據化 已經把資料把它電子化 那通常我們一個人做一個 所謂結構化 非結構化的 比方說文字性的 包括封開財務畫法裡面 有文字性的敘述 也有數字性的描述 這也就是所謂的 我的理解就是它一種結構化 非結構化的成效 這兩種數據 是不是將來在我們那個 應用面 比如說 應用這麼一個開放下載的 法律的判決資料 結合剛剛講 法律的一些構成要件的 把它電子化成那些法律書 要把全是whatever 然後會結合實際案例 把它變成一個大數據的一個 一個平台 然後運用在法律面 法律面 還有投資人面whatever 可不可能這樣 把它建立在你的 整個機器群的環境之下 謝謝 謝謝這是一個大問題 這大問題就牽涉了幾個 第一個在技術上來講 或者數字相對比較簡單 數字是比較解構性的 文字是比較複雜 比方說我們叫 英文字good這個字 good這個字 good這個字通常是代表正面的 可以嗎 但是如果good前面加一個not not good就是變成負面 所以文字的分析是非結構性的 很複雜 你只看一個字 你看到這個文件裡面出現一個good 以為說這個twitter或這個訊息是正面的 可是你沒有知道它前面有一個not 其實是反面的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文字的分析 數字上叫做text mining很困難 比如說有人在分析 到底twitter這個東西 到底川普寫這個東西 twitter到底是正面反面 它是這個東西 裡面很多不容易理解 同樣的這個文字 假看的解釋跟乙看的解釋 有時候不太一樣 可以嗎 所以這個非結構性的東西 其實還蠻複雜的 沒那麼容易 那更不要想法律的那種專業判斷 那法律是一大大大法律術語 那法律術語前面一些邏輯判斷 如果怎麼樣 然後又很被扭了 邏輯判斷 沒有經過好的法律信念可能會看不太懂 那你要經過那個 要訓練電腦看得懂 沒那麼容易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呢 在這個法律的判決書裡 其實背後還有一個前因後果 這是在什麼樣的時空 在哪一個年代 在什麼樣的情況 那所有的社會氛圍 那所有的社會倫理 整個價值判斷是怎麼回事 那個東西可能又不在 這個法律判決的文字裡面 其實它後面的書籍叫做社會環境 它有一個社會的情境 社會環境 比如說1950年代的判斷 跟1960年代 跟1970年代 同樣一個案件判斷 判決可能不一樣 因為整個社會文化的那個 價值觀還有一些東西判斷不一樣 對 那個氣氛的氛圍那些東西都不太一樣 那東西不在法律的判決書裡面 而是在法律判決書背後的那個社會的 範圍式的東西 那東西更難量化 對不對 比方說1950年代到底怎麼樣 1960年代怎麼樣 美國跟台灣或中國又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換句話說文字的分析 或者是法律的分析 不是那麼單純的這種數字 這種簡單的東西 它牽涉到文字還牽涉到你前後文的關係 所以只看幾個關鍵字還不過 你要前後文整的一起來看 那只看這個判決書還不過 你要看後面背後的那個時空的社會背景 那那個東西更難了 所以換句話說那一步其實到目前還沒那麼容易 所以目前大概數字上比較有可能抓得到一些 那你要到文字的這東西 還沒那麼容易 其實剛剛讀博士講得非常好 就是我們之前看過一些研究 就是文字的結構要揮納是非常困難的 那針對華文尤其是 比方我們經常看到說我好不快樂 那到底是快樂還是不快樂 其實是不懂的 那另外也跟剛剛博士講的 你的文化你的社會環境有關係的 這其實就跟語氣跟環境是有關係的 所以你跟社會人文有關的 你要去歸納它 真正不是最容易的事情 但是有些領域可能慢慢在 譬如說可能專利潛乏 現在開始慢慢的專利潛乏 因為這比較技術的東西 所以專利潛乏那一份的人工智慧 已經開始慢慢再出來了 對 所以看領域 有些那種 有些部分可能需要 有些地方 有些可以 為了潛乏 像專利潛乏 為了潛乏的東西 那些可能有辦法 可是有些像這種 剛剛講的那種人文社會那種 那名法行法這可怕就不容易 剛剛老師提到說 其實機器的學習它需要很多大量的數據 那這數據有真的有假的 那當這個機器獲得這些資訊 這些數字 這些data之後 它可能有它剛剛講的各種不同方式的一些統整 然後做出一些判斷 那我想大家也許有些共同的經驗 就是說這些機器學習的一些行為或者現象 它跟法律到底會有什麼樣的交接 那我們在法律界其實討論到幾點也許 你可以跟各位分享喔 就比方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驗 就是大家會在Google上面會去設一些關鍵字 對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就是說 慢慢你在手機在電腦上獲取的資訊 你慢慢會處於被動 有齁 對 對比方我過去可能要買一個品牌的產品 我打進去之後 我發現我大概接著一兩年內 同樣一個品牌的廣告都一直出現 自動的推薦式的這個資訊就出來了 對 那比方說呢 我可能比方幫孩子買一些西施牌和運動 連他們那麼臭 但是呢 機器的learning的結果 它會認為我是個運動卡 接著就給我各種各方面跟運動有關的資訊 那最困擾的是我們辦案子嘛 有時候要關心社會新聞 那我可能會去觀察這個 副家 副門的這些婚姻的一些爭議 那這些爭議可能就跟外遇有關 跟外遇有關呢 機器就判斷說 我這個人對外遇的新聞特有興趣 所以當我看新聞的時候 看完之後 它下面會出現一個 您可能有興趣的新聞跟文章 就是那些外遇的新聞 新山色的新聞 我想說 Oh no 這個機器你把我判斷 我是這樣的人 所以其實當機器在分析數據的時候 它其實也許會獲得一些比較片面片段的資訊 可是它就得到了一些結論 對 那這個部分有一個隱憂就是說 它會剛剛像就是說 盧教部長講到其實它會有些分群 會有些歸類的做法 所以慢慢比方說 當他認定我是什麼樣的人的時候 他會餵給我類似的資訊 那在座可能跟我有相同背景的 也會被餵相同的資訊 這代表什麼呢 其實人慢慢的會被歸類 然後你慢慢會減少變化的機會 因為時間有限 你收到的資訊會是類似的 然後慢慢就整體社會的發展 也會很可怕 因為人會被歸類 慢慢不同人之間所產生的火花 慢慢也會因為透過機器的學習的餵養 其實自視化的現象會越來越嚴重 那最重要的一點是 我會覺得很驚訝是說 當我當初在用Google Keyword去搜尋的時候 其實我並沒有同意它去收集我這些行為的模式 可是很可怕 它連我看什麼新聞 我買什麼東西 我關注什麼議題 它都在收集 所以其實慢慢大家會注意到 其實關於個資的保護 是目前越來越重視的 所以最近大家如果有注意到Line的新聞的話 對 你如果要繼續用Line的軟體 你必須答應它的一些條件 因為就在幾天前 它的軟體更新的時候 它有幾個勾要我們選 我就堅持不勾 我要同意把我的個資提供給第三人做行交使用 我就是不勾 但是當我不勾的結果 我就是不能再用Line了 所以我不得不選擇 所以大家如果有觀察今天的新聞 其實工業局其實針對這一個 也就是說Line的目的主管器官 已經開始針對這件事情 在做一些督政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表示一件什麼事情呢 當機器學習它需要渴望大量資料的時候 不知不覺中我們的個資保護其實是比較鬆的 比較不自覺的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被monitor 然後我們也被貼了標籤 然後我們所經營的這樣的環境收到的資訊 其實也都被控制了 所以這是一個跟法律有一點關係的事情 對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這個如果是講到說有一些人工智慧跟AI 跟智慧財產權有點關係 那這部分我們在法界的討論也是這樣 就是說大家有沒有常常聽一些歌 覺得這些歌好洗腦喔 聽過兩次之後你怎麼樣都擺脫不掉 那有人呢就去研究 其實它那個旋律會變得洗腦歌 它有它的規律在 所以現在已經有一些公司 他不用作曲家不用人去作曲 他去觀察那些洗腦歌的規律 他就可以創作出超好聽超日脈的歌 那這樣的歌它到底符不符合著作權法 關於著作原創性保護的要件 因為原創性的要件是說必須要反應人類的精神思想 必須要有個性必須要有獨特性 那那樣的一首歌機器寫出來的有獨特有個性 但是它是不是反應人類的精神思想呢 這其實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然後包括說剛剛老師講到這個專利法的部分喔 你有些creative的idea 你可能就把它整合成一個專利 可是當你機器有得到大量資訊 你去排列組合 其實你會碰撞出很多很厲害的火花 那那樣的東西到底是不是符合專利法 要去保護的這樣一個要件呢? 其實這個也都很有趣 那這是第二個就是機器學習跟這個智慧財產的一些介面 那第三個有趣的就是 其實剛剛這個讀博士也提到 就是跟輪體之間的介面 機器的這些行為跟輪體的介面 比方剛剛講無人車好了 無人車在碰到事故的時候 它的判斷 它如果在一個狀況是你如果救了車主 那你可能會犧牲十個人 那你又犧牲車主 你可以救十個人 這時候無人車它的程式設計應該怎麼寫? 如果它的設定是追求社會最大的利益 它在賣你車之後告訴你說 這台車你不用駕駛沒關係 但碰到危險的時候 它會選擇救十個人 它會讓你犧牲 你會不會買? 會買的請去上一下? 不會對不對? 但是它這樣做是有它的邏輯在 但如果它跟你說這台車它的設定是 它保證救你 然後它會去撞十個人 你會買的請去上一下 大部分不會 但有的人覺得會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其實機器的學習 跟判斷跟它的行為 其實跟輪體是有交接的 當這個車先姑且不要輪 它程式寫的好不好? 會不會發生事故? 當它不是事故 它是有一個程式具體的判斷的時候 它的行為標準到底怎麼去取勝 這個也是跟法律有關係的 對 所以今天很難得我們也是請到 對統計很有這個經驗跟學識的羅伯士來 那我之前聽說一個問題 我有點好奇的想請教一下 就是之前聽說有一個通緝犯逃二十幾年 那後來他去聽那個張學友的也講 然後他一進去那個入口的時候 就是那個有片碼就照到 對 然後好像就辨識出來通緝犯 然後說那些警察還蠻敦厚 但他聽完再把他抓 對 那這個部分就是人工辨識 那這邊也想請教一下盧博士 我之前聽說啊 聽一個也是學統計 他說關於人臉的辨識 基本上他會取很多個點子 對很多的格子 然後去做判讀 那比方我的話 我可能也已經被判讀 就是長這樣就是旅光 但是聽說好像當人開心 剛老師一直強調開心 開心笑的時候就會露出牙齒 所以露出牙齒之後 目前機器就辨證不出來 不曉得是真的 所以目前的話 先講最後那個比較簡單 那個就是基本上 目前的這種pattern的可能性 就是看圖形辨識 確實沒講 就看眼睛嘴巴鼻子這幾個特徵 OK 所以那以前就是看這幾個特徵 除非你做整形 或者很特殊的翼龍 要不然會被抓到 所以你現在到機場的話 那個快速通關的話 就很容易 大部分都很正確 OK 那當然你如果做整形的話 或者是故意弱失牙齒 或是做奇怪的校園的時候 他可能就 他沒有學到那些東西 就認不出來 但是比較新的技術 這種深度學習是有機會 所以傳統技術認不出來 但是深度學習可以 所以就看那個 看這個big brother 看公權力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 像如果是大陸那種天眼的話 可能就 他已經開始用深度學習 所以在那種情況 可能露出嘴巴 露出牙齒可能有機會 還是被抓到 所以看你用什麼技術 那是純粹技術面 OK 那背後清掃輪裡面 那當然是比較複雜 到底 政府公權力 有沒有這麼大的權力 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然後 如果這個 這個作件事是 為了社會的公益 那當然沒問題 那如果不是為了社會公益 是為了集權 或為了其他的那種 少數人 或者一些利益 合不合理 那誰要來自主這件事情 那所以就是 當然跟剛剛講的第一個有關 就是說 你在Google的搜尋東西 來記錄的歷史都被抓下來 OK 所以現在呢 我們知道 歐洲現在通過這個GDP的 那個新的規定就是說 它把你記錄下來 OK 但是你有權利說你要 All Out 你有All In的權利 你要不要使用Google 你要使用Google 你就要同意它 你要用Gmail你就要使用它 你有All In的權利 但是你也應該有權利 你要All Out 就是說我可以不讓它使用 所以像Line群組的話 它強迫你 All In一定要選的才能用 但是進去以後 你可以去有幾個選項 你可以Go了以後 你要All Out 它不可以收集你的 所以如果照歐洲現在規定的話 如果Line公司 服從歐洲這項目的新的東西的話 它要把過去縮緊你的資料 也要全部移除 那我們這個東西在技術上 在電腦科技在技術上 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 OK 所以到底有幾個公司 包括Google Facebook 或者是這種大公司 Online這些公司 會不會這麼follow 歐洲這個帕爾西 現在是一個大家在看的事情 當然跟這相關的是台灣的帕爾西 要怎麼定這些事情 那台灣現在也在台灣 都這樣發覺 這個東西到底該怎麼定 比較好 像歐洲一樣 有All In All Out這樣一個權利 然後誰來監督這件事情 因為歐洲訂出這東西以後 很多歐洲的相關的 比如說醫學界的話 他們事實上發現這個東西很難做 如果照這樣做的話 會妨礙整個醫學進步 所以這是一個三面論 就是說你怎麼樣去保持公眾 比如說醫學世界公眾利益 了解更多人的行為 你才有辦法做出更好的 發展更好的醫療技術 可是你如果沒用的恰當 當然就是會少數人挪取利益而已 所以我們在最後一個講的時候 會再講更多這種 比如說生醫裡面有關的 所以像歐洲這個帕爾西 其實在歐洲的生醫界 其實也是覺得有點自然安心 所以台灣到底該怎麼定比較好 這是大家現在在討論的事情 因為資料越多機器學得越快 其實對社會的注意是有幫助的 但那種程度對個人資料的保護 個人隱私權可能會有一些衝撞 所以到底那個平衡的線要切在哪裡 可能隨著社會的眼鏡可能沒有標準答案 那這部分就是看大家可以繼續觀察 那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空可能就有不同的答案 我是簡單講一個例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Angelo Jolin 就是那個Mr.&Mr.Smith 那個Smith夫婦的女主角 那她因為被偵測到有遺傳到那個 Bless Cancer就是乳癌的那個基因 因為她媽媽也有乳癌這些 所以那個她遺傳到她媽媽那個 Break 1、Break 2的那個 這兩個基因的 mutation 基因突變 所以她有很高的機率會產生乳癌 那當然Angelo Jolin很勇敢的就決定切除乳癌 然後做預防的措施 那跟這相關的就是Angelo Jolin 她是很有錢的那個電影明星 所以她找一家很貴的做基因檢測的公司 那那家很貴的基因檢測她要價很貴 因為她在做一個研發花很多錢 所以她幫你去檢查 你有沒有這種乳癌的突變基因 每個人要很貴的錢 那Angelo Jolin很有錢沒問題 但是一般人可能不像Angelo Jolin這麼有錢 就沒辦法 所以很多小公司 她們在發展新的技術 也是要檢查有沒有乳癌突變基因 但是她們是用不同技術 但是她們要給一般人用 所以她價格就便宜 所以幫Angelo Jolin做乳癌基因的檢測公司 就告這些小公司侵犯專利權 那一次告告告告到美國最高法院 那美國最高法院 最後做一個最後的裁決 她說這種乳癌基因的這種突變基因 是屬於大自然的基因 像Black1、Black2這兩個大自然基因 沒有哪一家公司可以宣告專利權 否則的話其他人都做不了 這麼多人告 就妨礙你整個檢查乳癌基因檢變 但是如果所有都沒有專利權的話 那沒有人要做這件事情 沒有人要做研發 所以檢測這兩個基因 沒有哪一家公司可以宣告專利權 但是用什麼樣的生化環境去檢驗 這個東西可以宣告專利權 所以不同公司就用不同的方法 那它準確度會不太一樣 那有的會比較準確度高一點 可能就是它牽涉的生化環境比較貴一點 所以你要畫比較貴的成本 所以美國最高法院是做最後裁決 就是大自然的部分 沒有讓人家公司可以有專利權 但是怎麼去檢驗方法 不同公司可以宣告它自己的專利權 所以美國的最高法院最後是做這種 就是要拼人這兩件事情 公眾利益來講 不能夠讓我們家公司 壟斷所有專利權 但是你要鼓勵私人公司 它願意花錢去做研發 整個讓檢驗的技術進步一起整個 你也要讓它們有一些利潤 它才願意做 所以檢驗的方法可以有專利權 我想這可能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怎麼去解決這種衝突跟矛盾 謝謝跟博士補充 那在座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再次謝謝大家的博士 我今天最大的收莫就是關於機器學習 一個就是說機器需要大量的數據資料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也一樣就是說 人不要害怕機器向人一樣思考 但是我們要害怕我們變成跟機器一樣思考 所以今天我們知道對機器怎麼學習 那一樣我們也要去大量的獲取有用的數字跟資訊 尤其剛剛博士也提到說 很多歷史的數據是不夠用的 我們必須要有新的數據 所以來領域學堂青這跨領域的這種新的資訊 絕對是有幫助的 那我也有一個朋友跟我說過 他是在AI的理由 因為電視器馬上做很多數據的統整 他給我建議是這樣 他說呢 現在我們在Facebook會有很多人脈的連結對不對 其實我們所做的一舉一動 都有很多的數據在分析 機器都在學習我們的什麼模式 做一些判斷 所以他的建議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呢我們希望別人覺得我們是很有品味的人 我們就多跟一些設計師 跟一些時尚的人交朋友 然後我們如果想要 人家覺得我們很有文化 很有學問 那我們就跟多一點那種文青的人交朋友 那我們如果希望人家互以為我們是運動健將 那我們就多看一些運動有關的報導 那所以呢如果我們要大家肯定 我們是很愛跨領域積極學習的 那請大家多來 謝謝大家的 謝謝 谢谢大家